女人为什么比男人容易老 看完你就明白了 有研究发现 无论是年方二八的青春期 还是三十而已的奋斗期 在所有的年龄段 男人的脸皮都要比女人 要厚16%到25% 所以看起来也就更加的年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年纪 女性可能会因为衰老而长出皱纹 但男人却因为皮肤厚 皱纹难以得到身价 男人40亿枝花可不是瞎说的 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男人不容易长洞窗 因为他们的皮肤血管收缩 与舒张调节机制比女性的效率高 当他们出汗时 身体会产生更多的乳酸 这是一种天然的保湿剂 爱运动的男孩皮肤一般不会差 但别先高兴得太早 由于雄性激素刺激的影响 男性的皮肤油脂分泌物 产量是女性的两倍 所以女人要补水 男人要去油 最糟糕的是 由于男人体表的毛发旺盛 毛孔也更加的粗大 分泌的油脂便大量的堆积在毛孔中 经过空气的氧化之后 发黑发臭 在粗大的毛孔里 不仅会形成难砍的黑头 还非常容易诱发炎症和感染 所以男人更容易长痘痘 粉刺 德黑兰医科大学的皮肤专家 菲鲁兹在自己的研究中表示 皮肤病和传染病更多的出现在男性中 广大的男性同胞们千万不要觉得男人就该操 在炎炎的夏日 几乎没有男性会涂抹防晒霜 这在传统印象中是女性的专属 对吗 但是研究证明 男性皮肤其实更容易受到紫外线UVA和UVB的伤害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男性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皮肤问题 男性更容易被皮肤病困扰是真的吗 不正确的洗脸方式甚至会毁容 由于男性皮脂分泌过多和天生的毛孔粗大 这就是导致多项脸部问题的罪魁祸首 比如难砍的酒糟鼻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饮酒过量造成的 酒糟鼻又被称为鼻血 会让你鼻子的皮肤变厚 颜色会变成鲜红色 甚至反复出现搓疮 甚至形成囊肿 最严重的话会影响眼部健康 引起结膜炎 这一切都是在皮肤分泌过多 得不到及时的清理下 被毛囊虫等原因感染而成 皮肤的分泌增加还会导致毛孔堵塞 而且很多人为了凸显男人味 会留一副漂亮的胡子 但是由于皮肤分泌与X激素之间的关系 留着浓密胡须的男性 会经常出现胡须搓疮 红肿疼痛 甚至有浓水 护肤的基础在于清洁 市面上的男性洗面奶以造肌为主 具有非常强悍的清洁力 洗完之后脸仿佛被一块肥皂 反复的揉搓 就像是用钢丝球擦脸 脏东西没了 但天然的保护层也被搓走了 长期使用 再厚的脸也会变成敏感肌肤 风一吹就会红肿发芽 让你的肌肤承受力 从五松变成了林妹妹 而且很多人是一瓶洗面奶走天下 洗完脸后怕麻烦 不再使用其他的护肤品 久而久之 你将面临皮肤越来越油 脆弱长痘 甚至是大面积的搓疮 难看程度 看鼻毁容 那男性该如何清洁护理自己的皮肤呢 每天都在洗脸 但你以为你的脸洗干净了吗 在五十倍放大镜下 你的脸是这样的 你看这些都是油脂粉尘 氧化变质后会使毛孔发出难闻的气味 让肌肤看起来灰暗没有光泽 很不幸的是 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因为激素的影响 男性的皮脂分泌更旺盛 所以得皮肤病的几率也大大的提高 人还未到中年 就从似水清爽的少年 变成了油腻男性 因此男士护肤的基本宗旨就是清洁 不单要把皮肤表面的灰尘充干净 而且更要注意清洁毛孔里面的脏东西 然而清水是无法深入毛孔的 过度的洁面又会导致皮肤的水分流失 长期使用含有造机制动风险的洗面奶 还会破坏脚质层和酸碱平衡 导致微生物感染 引发皮炎和搓疮 让你满脸暴动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